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科幻片《遗落战记》 50年前,在和外星人的对抗中,地球也被毁掉了 幸存的人都移民到了泰坦星 杰克和维卡在被消除机以后 则留在了地球维护各种供应站和对参与的入侵者 一天早晨,杰克照样出完了自己的任务 但在回去的途中,杰克却陷入了入侵者的陷阱 索性无人机及时赶到消灭了入侵者,拯救了杰克 杰克回到基地和维卡共击晚餐后 还跟维卡来了场鸳鸯吸水,热闻相拥 但刚睡下的他们发现,淬水塔台被入侵者摧毁了 迫不得已继续出去执行任务 执行任务过程中,杰克看到了入侵者的天线塔在发送信号 杰克马上把信号切断了 而杰克违背了维卡的警告来到了禁区 他躺在草地上休息时,又梦到了那个经常出现在自己梦境的女孩 不久后,惊醒的杰克看到了天空上的不明物体 不明物体正往之前发送信号的地方飞去 赶去查看的杰克通知了维卡 维卡转告了总部后 总部表示会派无人机去侦查,命令杰克返航 但杰克执意要亲自前往 赶到后,杰克发现了不明物体里装着竟然是人类 而其中一个正是那个经常出现在梦里的女孩 但此时,无人机正在消灭那些被困在舱内的人类 杰克用自己的身体拼命保护了女孩 无人机离开后,杰克把女孩带回了基地 醒来的女孩表示自己名叫朱利亚 她至少已经沉睡了60年 杰克友善地告诉朱利亚这60年来发生的事情 但朱利亚对自己的经历只字未提 在朱利亚的要求下,趁美卡睡着时 杰克带着她回到当初他们降落的地方寻找黑匣子 就在朱利亚拿到黑匣子的同时 他们遭到了入侵者的攻击 而杰克的飞船意识到了危险 启动了自动返航装置 他们还被入侵者打晕了 醒后的杰克看到了黑暗中的马尔科姆 而马尔科姆表示,所谓的入侵者其实都是人类 他告诉杰克,他们花了很长时间 才将当年被派出执行任务的奥德赛号飞船找回 若飞船的反应堆和无人机电池结合 便能炸毁真正入侵者的总部 结束这场战争 他们希望杰克利用自己的权限去启动无人机 半信半疑的杰克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而马尔科姆给了杰克跟朱利亚去核辐射反应区的机会 希望他们在那里可以了解真相 在反射区,朱利亚终于告诉了杰克实情 他们其实就是当年奥德赛号上执行任务的人员 然一天,一艘外星飞船 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总部降临 他们被派去调查 而自己当时还处在冷冻休眠状态 杰克不愿相信自己一直信任的总部 其实才是入侵者 他追问朱利亚到底是谁 朱利亚表示自己是杰克的妻子 杰克的记忆苏醒了 但无人机赶到后 维卡看到了杰克和朱利亚拥抱在一起 他无法接受这件事 把所发生的所有事情告诉了总部 总部开启了无人机消灭了维卡 而朱利亚救了杰克一命 总部希望杰克能回西部协商其他任务 不乐意的杰克带着朱利亚开着飞船离开 却遭到了无人机的追击 被击落的杰克落到了核辐射地区 爬到沙丘上的杰克竟然发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 朱利亚跑来看到两个杰克扭打在一团 晕倒了 杰克带着朱利亚回到了马尔科姆的基地 修好了一架无人机 但却遭到了总部派来的三架无人机的扫射 一番战斗后修好的无人机也被毁了 杰克打算自己带着炸弹去炸毁总部 杰克带着马尔科姆去总部时 听完了黑匣子的记录 原来当年他们在前去调查的途中 被总部强大的引力吸引过去 情急之下 杰克只能将还在冷冻休眠的朱利亚和其他人分离出了飞船 自己和维卡则进入了总部之中 来到总部的他们 发现总部里全是杰克和维卡的克隆体 而总部口中的维护地球 其实是利用这些克隆体 为他们寻找地球上的资源 终于杰克启动了炸弹 炸毁了总部 还给了地球一个平静 而故事的结尾 杰克也回到了朱利亚的身边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这件 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